从下面会不会拿去煎煎呢 会啊,他也会煎煎,我们要煎煎 今天这道茶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有机茶 来自于张天福亲自指导凳子的第一款有机茶园 三年前,出于对茶叶安全的忧虑 张天福亲自带着学生在福建 指导种植了几片严格规范的有机茶园 有机茶园选择没有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不失化肥农药 完全依靠自然天敌和物理方法防止宠害 以高科技的手段检验茶叶的内置 这一切只为一道干净的茶 张天福一百岁生日那天 老人许下种植有机茶的心愿 如今在福建已经开啃出五片这样的茶园 选地,种植,管理,老人亲力亲为 全过程他没要一分钱的利益 老人只希望在纯净的土地上种出好茶 群山环绕的朱建村 位于福建北部游溪县 不管天气怎么样 牧羊人每天都要把羊群赶上山 朱建村天然的高山草场 养育了肥美的山羊 欺验着整个福建的商家 方守龙从四百公里外的福顶 冒雨赶往这里 与其他客商不同 他不是来买羊的 这个羊群从我们民间传统的挪业工作来讲 它的回效 还有它对土兰的良性改造 都是最好的 羊群上山以后 牧羊人都要把昨晚羊群的粪便收集起来 这意味着获得一地额外的收入 方守龙是这些羊粪的买家 晒干后的羊粪将被运回四百公里外的湖顶 方守龙的茶园只有七十棟 位于奢族人的深山里